朋友们聊聊王上荣啊 王上荣 总参作战部的原来的部长 聊聊他的几个子女吧 这是他早年的照片啊 刚才是55年寿闲的照片 王上荣是1915年生的 这个湖北使手啊 有一个使手事件哈 好像是一个厨师 还是一个服务员 被人从楼上扔下去 后来引发这个群众的不满啊 几千人上万人在街头聚集啊 后来从湖北其他地方 调来很多武警 给他们给局面控制住了啊 大概十多年前的事了啊 这个他六岁开始读私塾 1921年读私塾 后来读小学 后来辍学当学徒 1931年加入共青团啊 这个就叫CYCY 共产党叫CP啊 同年加入红军 走上了革命道路啊 16岁啊 加入红军了 然后他还历任红三军 第九十二十五团 青年干事 红三军参谋长 红三军司令部参谋 侦察科科长 龙山独立团参谋长 第五师十五团参谋长 团长 师参谋长 师长 红三十二军 九十六师师长 参加了长征啊 抗战期间 他任八路军120师 358旅 715团团长 独立第一旅 副旅长 这独立第一旅 旅长 就是我妈那个老家 那个村的 任秋县狗格庄村的 大地主 高十一 高四爷 他的政治部主任 就是杨其良 杨其良解放以后 是外交部总务司司长 是筹备钓鱼台国宾馆的 主要负责人 后来在摩洛哥 阿尔及利亚 芬兰 葡萄牙 担任大使 这个 兼禁随军区 第四军分区司令员 他一直是在贺龙的 这个麾下啊 是贺龙的爱将 这个第二师师长 后来是独一里旅长了 那个高十一到延安之后 就淡出了 他本来也不懂军事 高十一的子孙 现在我们还有联系啊 他的孙女有的在洛阳 军队医院是军医 也有从事其他工作的 还有在北京 中央教育研究院 原来我的客户 现在当党委书记 也是他的孙女 退了 也早就退了 这个 当过第二师师长啊 解放战争时期 任一野一军副军长 兼青海省军区副司令 我们老家的人 很多都跟着王上荣 杨七良 就是一野的第一军 他们打到青海 现在青海的政界 还有我们老家的一批人 有一个青海省旅游局的副局长 姓徐 那都是我们反正能够知道的人 后来他解放后啊 4949后他担任这个总参作战部的副部长 代理部长部长 后来担任副总参部长 55年给他受了个中将 文革受冲击 66年8月 红8月啊 66年 8月起就被关押了他8年 他主要是贺龙这一派随着林彪的得势彻底垮了 那毛泽东也是没办法 当时需要依靠林彪的王牌军38军 所以林彪的势力 黄吾叶丽丘啊 占领了整个的这个中央军事总部 那就关押到74年 其实这个很多老干部哈 从71年林彪死了之后 逐步逐步的就被解放了 他比较晚 2000年4月1号在北京逝世 活了85 他的夫人叫黄克 1920年 他是哪年 我看他是1915年吧 比他小五岁啊 他1915年出生 我想想数什么的啊 1915年 比这个数龙的大一岁 子数丑牛 银虎 毛兔 陈龙 数兔的 他数兔的 那个子数 呃 子数 丑牛 银虎 毛兔 陈龙 四蛇 五马 魏阳 身猴 那他老婆属猴的 他老婆1920年属猴的 这是他老婆 老的老了之后有一张照片 他坐在轮椅上 啊 特意穿的这军装 应该是就为了拍这张照片吧 1920年出生于辽宁凤城 凤城就是丹东 凤城呢 原来叫也原来叫凤凰 后来湖南有一个凤凰 为了崇明 怕崇明就改叫凤城了 这地方我去过 38年7月入党 18岁就入党了 当时是女兵排长 39年 他19岁的时候 11月 19岁08个月 经过贺龙和罗瑞卿的介绍 他们结婚了 后来他担任过军委联络部 政治处的组织协理员 还是个正师级的干部 这军队里边的老干部的夫人 大部分都有军级 而且地位 这个级别都不低 你像这个罗瑞卿的夫人 叫郝志平 现在好像是大兵团级的干部 郝志平家 就在宽街十字路口的西北角 旁边东边宽街小学 和这个宽街百货商店 百货商场 就这个修这个平安大街 据说修到他这 就不能再阔了 要拆他们家这院子 他不干 道僚也没拆 那一段的路就相对窄一点 对面就是东黄城根北街 黄城根遗址公园 1996年 1996年 他在12月26号 圣诞节的第二天啊 在北京病逝了 那这老太太活的也不大呀 好多老干部 你像人家王定国什么 现在还活着呢 就九十来岁了 李先念的夫人 这个叫什么 是叫什么 什么加梅 林加梅吗 李先念的夫人是吧 他才活了76啊 那他比这个王尚荣死的还早 王尚荣活了85 2000年死的 那这老太太才活了76 可能也够操心的 是吧 生孩子没少生啊 生了四个儿子 仨闺女 生了七个 这个长子叫王允刚 40年出生的 40年 他们哪年接的婚啊 39年啊 40年8月出生的 39年11月到40年8月 就是九个月 就是一结婚就怀孕了 就生的这大儿子 有了这大儿子 40年8月出生 毕业于哈尔滨 哈军工 哈尔滨军事工程学大学 哈军工 好像陈庚是院长啊 军事工程学院 导弹工程系第九期的学员 曾任海军装备部的部长 这个海军纪委 少将专职委员 98年晋升少将军衔 王允刚的妻子 是开国少将杨虎臣的 不是杨虎臣啊 杨虎臣的 女儿杨健啊 看这杨虎臣 跟杨虎臣有没有关系 应该是没关系啊 左三左四 是王允刚夫妇 中国共同红军 红三军团 第三军军部遗址 左三左四啊 这是两口子 有个照片 有个合影啊 中间的老头戴帽子的 应该是王允刚 然后有王安清 另外的儿子啊 王安清 王百德 王允全 也是在部队服役的 王安清 王百德都是大校 小儿子王允全 在军事科学院 军科上校 仨闺女 长女叫王允梅 在总参 08年给受了个少将 然后次女王磊 是大校军衔 丈夫是武修全的儿子 罗斌 啊 武修全的儿子 怎么姓罗呢 难道他之前姓罗吗 或者他夫人 是吧 他妈姓罗吗 这就不清楚了 小女儿王和平 是大校军衔 他们家这七个孩子 全在部队 是吧 有两个少将 两个少将 两个少将 四个大校 一个上校 武修全 还在苏军工作过 叫苏联军队的 叫远东边疆保卫局 工作过 后来非要回中国 像刘亚楼啊 武修全啊 都是在苏军里边 有军衔的 包括什么 李肇林啊 是叫李肇林吗 东北的 周宝中 很多都是有苏军军衔的 刘亚楼 他们都是有 好吧 两个少将 四个大校 一个上校 可以啊 挺牛 不错不错